看到冷静和安宜温度 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转经的问题 说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说 方舟子跟崔永元这两个人 当年是这两位 花了五六年七八年的时间 相互私各种私各种角度私 从转经问题一直上升到人身攻击的这个阶段 然后还相互在法院一直高到高级人民法院 最后什么呢 社会公众也好 这个政府也好 各大五十大半 最后不了了之这个事情 到底转经有没有对人有没有害 没说 当然这两位现在也在这个YouTube上面做节目 但是因为这个国际时局的变化 国内的这个问题 已经不是那么受到重视了 现在变成是中美这种关系 他们也放不起滥花了 要骂的话 就是骂骂共产党 或者相互在一些小问题上攻击 在这种国际问题上面 他们并不是很擅长 所以相对安静了一点 但是有一些这个中国跟外国的这种意识形态竞争 这个容易成为大话题 这个就是容易最容易成为势逼的地方 那这两位呢 相对安静之后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从转经的角度来看一下 当年崔永元跟方兆子这两位 谁更正确一些 我们看下能不能找到这个 当然我不是想去评判这两位 我是想去研究一下转经这玩意儿 能不能做物 现在对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中国需不需要他 我们未来怎么面对他这个事情 当然能说清楚我就说清楚 有些问题肯定是说不清楚 对吧 第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 就是这个转经啊 他到底对能有没有伤害 从目前的情况来说 没有证据觉得他有伤害 但是我们就是说出于说 对于这种未知的东西 叫一罪从有 只要有可能有 我们就必须要去遏制他 就像一个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地球全面变暖了吗 暖化了吗 首先地球变暖这个问题 有的科学家仍然从有一亿 觉得地球并没有变暖 但是大多数科学家 觉得这个星球变暖了 根据数据来说 其一 其二 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变暖了之后 我们有没有必要去干预 这个变暖的进程 有没有需要必要去控制二氧化碳 包括甲王这些气体的排放 那有的人就觉得有需要 有的人觉得没有需要 那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大多数科学家觉得 大多数情况未来地球会变暖 而变暖之后 大多数情况下 地球的绝大多数物种 可能会受到灭顶之灾 那这三个大多数乘起来之后 概率也很大 万一出现了 那这颗星球就完蛋了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一罪从有 假如这个未来几代之后 我们发现了这种 转基因的食品对能力有伤害的时候 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呀 所以说反对的人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就跟气候变暖是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好那这是是这个这个道理 但是从政治家的角度 从现实的角度 我们来怎么看转基因这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个星球上没有 美国巴西 他们在大规模中转基因的话 这个世界上的粮食作物 产量会大幅度的下降 而且特别是中国的这个食品安全会更加糟糕 因为我说食品安全问题核心在哪里 不够吃吗 产量不够啊 你不吃内脏吃什么 对不对 你不吃这个些边角料砸碎吃什么 对吧 你不你不什么都吃的话 你吃什么 你关注青菜只知道吃那种好的 肉只知道吃鸡肉组织 内脏全部不要 那怎么办呢 只能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星球上如果没有这个转基因的话 可能还不需要等到这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这个转基因去威胁我们未来几代人 直接可能就因为粮食战争 粮食问题爆发战争了 直接就可能因为粮食问题导致大规模的饥荒了 直接就因为粮食问题导致大规模的内脏了 很多国家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还等不及那个时候 这个是我的分析 粮食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你还不要等到三五代之后 就十年二十年你不中这些转基因问题 转基因作物的话 全球就爆发更大规模的饥荒 战争内战 国际间的战争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那么这是两面 这个一面是 这个我们还不需要等那么多代人 可能我们就已经核战争了 说不定就已经灭亡了 还不需要等待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正常发展过几代人可能会出问题 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方舟只跟这个崔永元当年的这个撕逼过程 那么吃了这七八年里面刚开始炒的时候 只是针对这个转基因问题本身 就是这个像崔永元还煞有介事的跑到美国去 这个什么什么是转基因 什么不转基因 美国人不吃转基因 什么这些 然后回国好像还做了一个这个非转基因的这个公司 那就是这样去做 似乎最后好像也没有做得很好 我们先看崔永元这边 我觉得呃他从最后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呃有可能推慢了中国自己研发转基因 种子的进程啊 而且这是一个负面 那第二个负面是实际上他当时所谓的调查并不严格 那事实上的话就我了解美国包括欧洲很多很多个领域很多个国家 很多个方向实际上确实就是在使用转基因 那相当部分的人是在使用转基因 只有一小部分人是毫不用转基因的 极少极有钱的人他往往全全不吃转基因 因为他链条太长了 而且就人类这种情况来说 你只要有七十亿人只要有超过一亿人在使用这个 最后就会变起七十多亿人总人口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就算你不吃你中国人不吃 有一部分的美国人吃这个世界上只要心中上有一部分人吃 最后都会传导到你身上来 通过各种办法 因为他转基因的计算是怎么样说 你这个吃了转基因炒的玉米的大豆的结感的这些方面 你就是算转基因牛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你在吃了这个牛肉你算不能转年 他已经并入了这个食物链条 你自己不吃最后也会造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的话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而且就是完全就是往死磕的这个方向上走 而另外一方面这个方向子呢 他也是往死磕的方向上走 就是觉得呀 这个转基因就是好 转基因就没问题 当然这边的话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转基因如果说就这么大范围做 因为有一个最重大的问题 核心的问题 中美是不一样的 因为美国他可以生产转基因作物的种子 但是中国不行 如果说按方向子那个角度 你可以吃 那么最后怎么办 国内的光源一拍脑门 转基因是可以吃 来美国进口这个转基因种子 全部拿来中国来种 那这个时候中国是没有转基因 就不单是十年前 现在中国仍然没有转基因的这个能力 研制这些种子的能力 那么你一直进口 进口个五年十年二十年 你一直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万一他把这个性状一修改 他有可能呢 他是有可能 你想一下你这个作物 他转完之后 他的那个鹅子啊 什么飞鹅啊 那包括说像那个很多的这个 他能抗旱性啊 包括他的这个根系的众生都会改变 你想一下 既然飞鹅把他咬一口之后 他就能死 那如果东亚人中国人是有这个风险的 是有可能变成生物武器的 这个确实存在这样的风险 所以方舟子他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那这是方舟子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两边都有问题 但他的问题很隐晦 在背后 不是直接在前面 因为中国没有生产这种种子的能力 不是一年两年 以当时情况来说 以目前现在看来 十年都还没有解决 未来十年能不能解决 还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方舟子也存在重大的问题 所以我说两边都有重大的问题 然后 当然这个社会 我相信 能看到这一点的 我相信国内很多学者明白了 应该也都能知道 这两个是最大的问题 一个是你不吃不行 不吃这个世界可能即刻就有危机 第二个是吃了可以 假如吃的话 还有一个重大问题 是中国没有办法自己生产装基因的这个种子 怎么办 你全部依靠进口 这个瑞士的这个先政达 先科达还是什么 这个美国的孟山都 这个拜俄 这些那这这怎么办呢 我这两边都有问题 然后两边撕啊撕啊撕啊撕 撕了对骂 骂了 差点这个骂的这个 骂到家人去了 然后 然后这个法院两边各大五十大板说 这个你们哪作为自己公众人物 我们法院就不支持你们相互什么 什么大额的赔偿啊 什么七七八八的 你自己自己兜的 自己爱这么闹 自己爱这么闹 我们我法院不管 就这么 这事情就这么结了 好那这是我们介绍当年这个事情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眼 呃在接下来的话 我们中国需不需要转经 我觉得的话 没有办法避免 只能朝什么方向的 我觉得这个呃 当年这这位那个叫什么 呃崔永元 呃他其实我觉得可能事实上拖慢了中国研制 转经种子的这个时间 呃要不然以中国的这个科研能力 如果说以这个国家会更加重视的话 至少重视程度当年炒完之后肯定是下降 如果更加重视 中国现在有转经的话 那么中国的这个粮食产量可以直接翻倍 因为中国的玉米产量只有1000到1500万吨 呃1000到1000吨 呃不是 1000到1000斤到1500斤 我们上一集说过这个数据 大豆是中国是五六百斤左右 但是美国的数据都是中国的这个2.5倍左右 啊 美国的可以来到2500斤到3500斤 就是玉米 大豆可以到1000多斤 可以达到中国玉米产量 也大概是2.5倍的样子 而中国现在对于粮食的渴求 未来十年是极高的 我们中国人本来就爱吃 对不对 中国人 但这个爱吃这个其实也是什么呢 实际上啊 这是没东西吃 吃的东西没什么营养 所以相比西方人来说 显得什么都爱吃 呃很多东西就没什么热量 呃吃些什么野菜啊 什么各种杂七杂八内脏啊 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的话叠加起来的营养 是不如纯瘦肉跟纯维生素的青菜高的 但这些的话消耗土地啊 我们想呀 现在呃像澳洲人均的漏雷消耗 一年是107千克 中国是30-10千克 印度只有几千克 这个世界对粮食需求有多高啊 对不对 会非常高 那么中国的这个现在的呃GDP 人均GDP是这个1万美元出头一点 美国是6万美元 那如果说中国对粮食最渴求的阶段 可能就是从二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的800美元一直增长到1万美元 这是第一阶段 这通过中国的各种办法消耗了 呃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比如大规模的粮食进口 大豆的进口 这就是解决了这个 比较消耗土地的这个蛋白质供应的问题 油脂供应的问题 进口之外 还有就是国内的这个工业防补农业的问题啊 也解决了 呃包括一些呃先进技术 包括灌溉技术的这个使用 机械化的使用 那但是未来一万到两万还有这个需求 仍然有拥有这个呃巨大的这个对食物的这个需求 而且如果我们真正按西方的这种食品标准的话 啊按西方的这种浪费的这种标准的话 啊只有转基因这个方向能解决 如果我们不解决的话 我们只能是什么呢 回到相当大程度的节衣缩食 以及回到相当大程度的吃地沟油的情况 就不单要省的吃 你还要吃比较差的东西 你还得天天的这个不顾一切的往内脏上面装 啊这就是现实的情况 而且还有大的问题 就是你还必须的受到西方国家的牵制 啊因为他的农业 包括他的这种产出就是这么强 他的土地就是这么强 啊人均可更地面积就是这么高 啊你还是受到别人的牵制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你你不搞别人也搞 最后大家都是转基因人 没啥区别啊没啥区别 OK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是一个转基因的时代 是一个转基因的世界 这里 事关了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里面有一个什么 我们以前说有化化学武器 是吧 基因武器也是一个 确实你想一下 这个飞蛾 小虫子吃了都能死的 你说你针对一个地方攻击 有没有这可能 是有这个可能 但是你不搞 似乎也不行 这就是一个时代 所以我觉得未来三年五年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国内可能也会花大力气 就是这些关键的这种作物 比如说玉米 水稻 因为水稻 中国有杂交支付 已经还可以 玉米是关键 大豆是关键 这两个一定会在这方面 会想要去寻求突破 包括其他方面的种子问题 国内也会在考虑 当然这很多朋友 那你推荐两个股票 我再看一看 会员频道会稍微提一下 看一下这个研究一下 但我们这个这里就不说了 我们这里重点还是说 转基因这个事情 现在平心静气的说 还是要去讨论一下 然后要加大研究 重不重以后再说 大家可以再大幅讨论一下 然后去解决一下 中国潜在的粮食危机 我估计粮食危机 真正从根本上 问题上也要想得到解决 只有往转基因方向上去走 至少达到美国的 这个转基因程度 或者我们就学它 只要种子问题解决了 别人怎么做 我们怎么做 要死 大家一起死 狼狙压踩谁 好 那我们这个片段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